使用几个表格 是不是开始录影了 对不起 现在可以开始吗 可以了 你们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可以了 那在初简的表格里面 那我们会有一定的规范 那例如初简的表格 我们需要有病人的名字 他的生日 还有日期 那我们表格 初简的表格和一般的期日表格 都主要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叫做subjective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主数 那主数里面的内容 一般有腺病史 腺病史呢 我们要求 或者说保险公司 一般要求会有疼痛所在的位置 疼痛的程度 疼痛的时间 就是说你疾病是什么时候引起的 有多久了 还有这个是某一个时间 或者说某种因素 会导致你的疼痛的改善和恶化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是由于你治疗的疼痛引起的 比如我们说 失眠 可能有一个人他是因为腰痛导致失眠 或者有人是因为腰痛而不能够站起来走路 这些就应该放在他的主数里面 这是病人提供给我们的一些资料和情况 然后下一步或者说下一部分 我们所需要书写的内容是 objective就是这个检查 检查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表格 例如疼痛程度的表格 还有让病人填写 他平时生活上受疼痛影响 所产生的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把问题已经整理好了 病人只是在这个问题上答案上选择 还有或者在程度上自己做出一些选择 那这个检查除了让病人填写表格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把我们中医的实问放上去 还有这个西医他们很重视的一些资料 例如血压 比如血压 体温 病人的高度 病人的重量 还有就是 脉搏 然后呢 有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部分就是说 西医检查 西医检查呢 我们可以引用相对应的西医检查 检查身体的不同部分 例如 领 肩 肩 腰 西 各部分 然后下一部分 还可以引入中医的脉相 舌相 A 就是 受漏的第三部分 就是治疗部分 或者说我们说就是 诊断部分 包括有西医诊断和中医诊断 西医诊断呢 我们可以把自己诊断的ICD-10 就是这个治疗代码放上去 那个中医诊断呢 一般我们就写什么 气急血液啊 肾虚啊 或者说脾虚啊 这一部分 那P就是治疗计划 还有这个治疗目标 当然了我们的治疗内容呢 也会写在这个初次治疗的表格上面 例如 治疗的时间的长短 那现在一般要求 要把 你在 就是把15分钟 作为一个单位 把治疗时间 分为不同的单位 那你在每15分钟之内 所做的治疗 比如说你是扎了某些穴位 是做了电针 或者拔罐 红灯 或者签 你都需要比较详细的记下来 所以呢 你的表格呢 要做出一个方便你书写的形式 那我们还可以在表格的最后 加上病人的治疗后的反应 还有呢 如果我们喜欢 或者说需要开中药给病人的话 也可以在上面填写 看一下 我这个已经传送过来了 那我就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大家 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没有这个实际的表格 可能大家 不是太清楚 好 那我现在这个是 stop sharing 请问你们看到这个 就是 我出自诊断这个表格吗 看得到 看得到 能看得到 好的 谢谢 那这个就是 我在诊所使用的 出自 或者说每次做检查的时候 使用的表格 这个是病人的姓名 这些都是可以 马上在电脑上填写 这个PDF呢 就是有得于 我诊所一个 在我诊所工作的一个医生 他帮助 把这里的空格 以前是指的 以前是指的形式 现在因为方便传真嘛 经常很多时候 资料传送都是通过电子传真 或者邮件来进行 所以呢 他也帮我做成了 这可以马上填写的形式 那这里有几个选顿 那这里有几个选项就是说新病人 一个是说 就是这个问题的第一次的检查 然后这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问题的再次检查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填写 腰痛啊 头痛啊 都可以在这里填写 那刚才所说的什么 痛的位置啊 程度啊 持续的时间啊 这些都可以在这里 这里呢 一个叫做 Alcone Assessment Test Alcone Assessment Test 就是我们可以 把一些 针对不同部位的 疼痛的表格 给病人 然后让他们自己选择 相对应的 数字 选择之后呢 把这些数字归纳为 我们开这里填上 然后这一部分呢 是我 做来是 根据中医的识问 那我们有需要放上去 提醒自己 或者说 让别的医生知道的内容呢 也可以在这里写上去 比如说什么睡眠啊 口渴啊 恶变啊 妇女问题啊 就是在这里 那一些家庭病史呢 可以放在这个部分 下面就是一些西医的 所需要知道的内容 比如说 血压 脉 脉相 身高 体重 这个就是西医检查 一些我们 骨伤科的检查 或者 如果你的病人 并不是说疼痛的 你还可以把 什么面色 就是脸的颜色啊 还有它声音的 想 想量与否啊 这些信息 前提上去 这一栏目呢 那就是色相和脉相 呃 还有这个 trigger point trigger point 那现在大家都 听 经常听说这个 肝针治疗嘛 其实肝针治疗呢 它跟我们 中医的 针灸 经络 就是有一些相似 他们就是找这个 trigger point 就是找这个 经络上 他们是 连接的路线 那如果我们有 这三方面的 支持人 也可以写上去 因为 如果是保险公司的话 他会比较明白 什么叫trigger point 呃 然后其他的 你觉得 应该 让自己 呃 记得 或者说 让保险公司知道 这个病人的情况 还是可以放在这里 那呃 这个 呃 诊断呢 在这里 比如说你可以写个 M54.41 呃 然后这个中医诊断呢 你可以写个 什么 呃 皮虚啊 就是 Spring 呃 或者说你就写中文吧 好 拼音皮虚 这样 都可以 而这个治疗计划呢 我觉得 大家应该养成这个 治疗计划的 写治疗计划的习惯 呃 你看我们平时收到的 比如说工伤的病人 他一般就是 会让我们知道 他来治疗的时候 批准了几次 那如果是 那如果是 我们这个表格是 以后要传送给工商的话 工商的公司的话 那我们应该按照他 在表格上 就是或者说通知上所写的 比如说他是批准了六次 让我们三个星期之内做完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说 呃 2 times per week 这个意思就是说 每星期两次 呃 3 weeks ok 这里是 acupuncture 2 times per week for 6 times and greet 1 wow 6 8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会帮他做 呃 针灸治疗 针灸治疗的 密度呢 就是 每周两次 一共做六次 那做完这六次之后呢 我们重新帮他做一个评估 revaluate 就是重新评估的意思 那 我们平时使用这个 99201 99202 那是 新病人 或者说每三年 哪一次的病人可以使用 那 99212 99213 这些号码什么时候使用了 就是我们做完这六次之后 我们可以帮他做个 重新评估 就是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使用了 呃 goals for treatment 呃 这个也是 我觉得是应该挺认真填写的内容 那 就是治疗目标嘛 治疗目标应该呃 怎么去定治疗目标呢 我觉得应该根据呃 呃 病人的腺病史 他现在呃 比如说疼痛的程度啊 呃 他可能现在疼痛的程度是5 那我们的目标是6次之后 呃 这一样指标是比较主观的 那我觉得呢 大家还要注意 他的 因为疼痛 产生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呃 呃 他现在是要吃 止痛药 呃 就拿 Tinarol 来做比呃 举例好了 Tinarol 如果他现在如果是每天是要吃4例的话 我们可以写呃 呃 希望做了6次之后 啊 可以 从 每天 4例到 变成 每天2例 还有呢 他如果是睡眠不足 他如果现在只能每天睡2小时的话 我们也可以这个治疗目标 从2小时增到呃 5小时 这样的治疗目标 那因为呢 疼痛程度是比较主观的 他可能治疗6次之后 他突然来再检查的时候 他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能他的疼痛程度呢 会变更差 但是 如果呃 他是吃止痛药 本来是每天吃4例的 他变成每天吃2例 那其实在另一个方面就表示 你的治疗是有效的 那证明了你的治疗有效之外呢 之后呢 那我们之后呃 讲下去的内容说什么申请呃 呃 呃 管理的呃 保险 继续治疗啊 或者可以得到呃批诊啊 这些很重要 只有让西医或者保险公司看到我们的治疗是有成效 对他们的治疗是对他们的生活是有所改善的 才能够得到呃批准的可能 如果他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实质性的改变 你只是说啊 我的疼痛承受从5变成4了 他们未必会批准 因为他们主要的是看一些呃 不是主观的改变 是比较客观的改变啊 那下面这里呢 就是呃 我刚才所说的呃 怎样去呃 书写治疗过程 比如说我这里有两个选项嘛 一个是 叫做骗针 一个是一般的针灸 那如果是我要选择 电针 呃 我就要点一下电针 不选择电针就是这个一般的针灸 然后你们所针灸所使用的穴位 你们可以在这里写下来 呃 那我们说虽然说15分钟是一个单元 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要整整15分钟 都是用来针灸的 第一次第一个15分钟 那其实到了呃 就是正确的留针时间12分钟已经可以够了 那过了12分钟之后呢 如果你是扎别的穴位的话 或者你是要叫哦 病人翻过来扎别的地方 又又在这里填写 那下面呢 还有写明了我会做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呃 这个红外线灯啊 还有这个康库训练啊 还有这个牵引啊 呃 还有这个拔罐啊 这些都可以写上去 这里呢 就是我会写上病人呃 治疗之后的反应 这里呢 就可以写上你 比如说你建议病人呃多 呃早点睡眠 呃少吃水果呃多吃粗粮啊 都可以在这里写 然后呃写个药方 那这个medical呃 decision making 那到时候我们就会呃 想到下面什么时候用99201 什么时候用99204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会选择其中一个 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 我们针灸医生的很哪 很少会用到99204 这么严重的号码 一般我们就是前三个了 这这三个 比如说你穿了这个的话 你的保保保险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99201 你穿了这个的话 穿了这个话就是 选择了这个话 就是可以用99202 选择这个话 就是可以选这个99203 或者213 那为什么这么选择呢 我们以下的内容会讲到 那下面就是呃 医生的签名 还有当天的日期 这就是我平时在诊所 出诊的时候 让病人哦 就自己填写的一个表格 那呃 可以方便呃 以后自己查看 还有给保险公司审批 呃 吃一个 那这一个呢 呃 就是 每一次治疗 我们可以使用的表格 呃 跟刚才那个表格呢 就是有点 呃 呃 相似 但是它是比较简单的 简单 但是也是有这个 s o a p 四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subjective subjective的话 就是主数码啊 啊 response就是 啊 response就是 response就是他 比如说他是 是腰痛 low back pain 那如果他说是有改善的话 就在这里有些改善 如果是没有改善的话 我们是是是是说 呃 stay the same 这样啊 然后 如果他是变差了 就是可以说 worse 你要把这个病人平时的反规正确的真实的写上去 objective objective就是我们帮他检查 比如说他是肩膀痛的话 肩膀痛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图表上画一下 啊 肩膀痛 肩膀痛还可以画一下 那画完以后 那我们可以帮他诊断了 如果你有一个最容易的是说 你就帮他呃 摸一下看看他疼痛的位置啊 啊 还有你呃 他那当时疼痛的部分呃 的触感是怎么样 我经常用的就是说这个 papation rewheels tidness and sourness 这个就是说啊 经过检查 发现了疼痛的位置是 有肌肉紧张和酸痛的感觉 啊 那下面呢 就是不同疼痛的描述 啊 比如说是紧张啊 有这个火雀感啊 有这个 呃 呃 这个 这边呢是没有家电的 针灸呃 就是针灸治疗 这边是有家电 这个表格就是那时候跟市民老师学习的时候 我自己呃 呃 改动了一下呃 呃 参加他的表格 呃 然后这里下面呢就是 比如说你要做什么治疗啊 那你可以在这里把这个治疗的呃 位置写写上去 那我们不是这个整段是腰痛吗 腰痛那我们就把这个 的lumbo 写上去 那如果你们想想习惯打中文的也可以 那就把这个 中文的腰痛腰 腰部 也可以写上去 那这里呢你可以把那个治疗时间写上去 比如说你的爱就是十分钟 这样啊 那我这里就习惯写 这个所开放季的呃 名字 如果是成要的话你可以写多少瓶 那这个还是继续啊 刚才不是说是一周两次啊 是吧 呃 acupuncture 是针灸 那你要提醒现在是第二次怎么呢 我我就会写 second of six 或者说你这个 这样就可以知道让自己知道 哦 我已经做了第二次了 如果你是做了第六次的时候 你就知道哎 这个病人 我已经帮他做完一个疗程了 这样提醒自己 那go for treatment呢 你平时可以写可以不行 好 那下面就是呃 我 让针灸医生签名的部分 这个是我诊所的所在 地点 就是这样 这个比较普通的表格 这个这个就是每次日常的时候 你无论是保险病人或者说自费病人 我觉得用上一个表格这样填写呢 是也是比较方便的 还有一个就是 是这一个 他这个 我这一个呢 我我我我这个拿过来的 我的也是可以输入的PDF 但是我这个表格是 我是不是要下载才能够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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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我就不下载那个呃 PDF那个软件了 因为这个电脑我买回来比较新一点 为了今天这个上课厂 准备的 但是呢 他有一个软件我还没下载 那他 现在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平时 用来呃 给按摩治疗用的 嗯 那现在很多工商公司 他都是会 发送按摩病人给我们 那当你申请 加入这些工商网络的时候 他就会写明呃 你是要聘请呃 哪一个按摩师 那之前呢 我看过 一些讲课内容 我们说针究医生不能聘请按摩师嘛 但是 就是 现在工商呢 就是允许我们针究诊所 这某些工商公司 也允许我们针究诊所 判呃 聘请按摩师 去外 这个 病人做按摩 而且呢 他们付费也不低 嗯 大概是 也 我们针究医生呢 会去做一个诊断 每一次 呃 然后呢 我们申请 加入网络的时候 会把这个 按摩师的名字啊 还有他们 牌照啊 放进去 那就可以 那就可以 正式的 聘请他们 为这些工商病人做按摩 当然这些工商 按摩的工商病人 他们是 分开针究病人和按摩病人的 那些按摩病人呢 他来的只是做按摩 不是不做针究 那是工商公司批诊的 那比如说 这一个也是一个 按摩的sock note 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这个 针究病人所写的 他的名字啊 还有这个时间的 长度 呃 这个日期 呃 subjective 那这位写的清清楚 subjective 就是说 呃 病人的主数嘛 那我们一般就是把这个 工商公司 他那个有个诊断号码 如果他是工商的病人呢 肯定西医先看了嘛 那会有一个诊断的号码 我们可以把这个 啊 诊断号码写在这里 然后呢 再 写出一些 呃 病人所说的内容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objective objective呢 就是呃 呃 我们所说这个 呃 比如说他是 呃 哪里疼痛的 我们还可以 也是刚才那样可以在这里 画一下 然后选择一下疼痛的 类型 assessment 就是我们做了什么治疗 那我们是 这个应该是 因为是这个是massage 的收入嘛 就是做了 怎样的massage plan of treatment 呃 就按照他那个 工商公司 转接来的信件 我们就写 多少 呃 一周一次 一周两次之类的 下面的写吧 把这个工商 他的claim number啊 还有这个 受伤的日期啊 还有一些 你做治疗 那我们现在这里就可以做 写这个叫97124啊 还有这个 97 呃 110 97100 大家都知道了 这是这个 therapeutic exercise 就是 康复 呃 康复 训练 那一般来说 我们会 比如说 呃 尖周炎的 我们可以教他这个爬长的动作 这次也是一个 呃 康复训练 那下面的表格就是有我们呃 诊所的地址啊 电话 那 因为电子表格现在非常方便嘛 那我们一般传针的时候呢 就是用一个电子版的表格 加上他的那个 有一个 cover page 就是传针的时候 他会给一个 给一张纸给你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 哦 这个纸 跟这个 呃 我们的资料一起传过去 嗯 嗯 好 那刚才呢 我就向大家展示了我的几几种表格 那就是呃 呃 平时我平时经常使用的 一般来说 这种使用之后呢 呃 他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这些表格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是说呃 呃 觉得有用的话呢 呃 以后也可以呃 呃 就是按照所有有关的呃 呃 呃 是去使用在 你们神说里面 那 然后我就继续讲这个 PPT PPT 刚才我们讲了 呃 这个 99201 99215 99201到99215 那我觉得我们 针灸医生最常用的是 从99201到99203 呃 如果是复减的话 就是99211到99213吧 那 这一个 这一个是怎么选择呢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是怎么去选择 就是说我们平时应该用哪个 就是 呃 去呃 去呃 发给保险公司 那 我们都知道呃 呃 有一个叫做EMM 就是说平时 来诊断的时候 我们会写下一个号码 那 那 这种号码 它是 以什么去决定 以什么 因什么因素去决定呢 一个 就是 我们所 发挥的时间 发挥的时间 时间 发挥的时间 越长 那我们 就会 呃 这个 号码 这号码越大 就是这个检查的号码越大 那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 是 比这个 检查时间 更重要的 就是 病人的 问题 越复杂 那我们可以选择的号码 就是越高 哦 啊 9920 呃 呃 那是否复杂呢 我们是要看他的 病的问题 比如说 呃 他如果只是一个急性的腰痛 而一个 已经 呃 十二个星期以上的 历史的腰痛 那一般来说 慢性的腰痛的复杂程度 是比这个急性腰痛的 比较长 那还有我们所做的工作 因为我们所要做的工作 都要列出来 刚才呢 我那个表格就是 分不分的列出我们啊 初检或者副检的工作 呃 呃 例如 呃 每一次 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做了什么检查 做了什么西检查 呃 中医检查 还有呢 我们有没有帮他开药 还有如果我们帮助他 呃 去做一些呃 呃 比如说食疗啊 或者休息之类的 呃 建议 这些也是 是 作为比较复杂的检查 就是这这些工作 就是归于复杂的检查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选择 比较高的号码 那比较高的号码 代表什么 就是说他的保险付费 会比较多一点 那一般来说就分为四个层次嘛 呃 所以说时间 并不是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 我的意思说 你发在病人身上的时间 并不是最重要 而是说你所做的事情 就是工作的内容 是比较重要 那不然的话 那我把病人带来了 我就这样在那跟他聊天 从很多 如果是不跟病人 病情无关的事情 我们可以聊一整天 但是这些时间 能不能做 发给保险公司 作为治疗的时间呢 这是不能 他要看你 具体的工作是怎么样 那 讲完刚才那个 不同的病例表格之后呢 那我就想讲一下 这个叫做 由AIDS管理的 PTO的保险计划 治疗的申请 那我不知道多少医生 跟我一样 会有相方面的经验 现在呢 很多保险公司 的HMO和EPO的计划 他们都是由AIDS去掌握 那现在甚至于 连PTO的计划 就是 你不需要参加到 这个AIDS的网络里面 但是你也会 跟AIDS打交道 怎么打交道呢 比如 你有个病人 来看了几次 你把他们的治疗 的保险发出去了 那最常见的就是这个 Blue Clause of California 这是这个 南 南十字 加州南十字 医疗保险公司 他就会发信给你 说 你这个病人 第一次通常是不需要的 第一次之后 他会发信给你说 呃 你需要 讲明 为什么这个病人 呃 应该 针究 就是讲明这个针究的 必要性嘛 那 他还会寄一个 寄几分表格给你填写 这个填写表格 如果你不正确的话 他就会deny就是 不批诊你这个请求 那如果不批诊你的请求 你所做的针究治疗 就分文不得 所以呢 我就借这个 机会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应该怎么去 呃 正确的填写他的表格 和发送 呃 什么资料给 啊 呃 这个表格呢 是可以在 啊 的网站上下载 或者 你每一次 收到他 就是你发了保险出去 他都会回信给你 他回信的内容之中呢 就会有这个表格 所以 如果你说啊 我不会用电脑 我不是太清楚要哪个表格 不用担心 他自动会把表格寄给你 那我们平时 对这个 blue cost的保险的病人呢 就要 呃 备份小心 我们最好就是打电话去 blue cost公司 就是他有一个 这个 医生的号码在保险卡后 除了问明 他是否有针灸的 呃 保险范围之外 你们还应该问他啊 即使是PPO保险 问他 是不是有这个 啊 就是 这个公司去管理的 如果是的话 你做完第一次治疗之后 你可以跟病人说啊 我不能够马上 呃帮你约下一次 你就要因为 你把这个做完第一次呃 治疗之后你就可以填写这个表格了 就是跟呃 一般在呃 啊 网络里的医生一样 做完第一次之后 你就要做第二第三第四次 或者啊 你再做想多做底次的话 你要想跟他做出一个申请 批准之后你再约别人回来 不然的话呢 你想着啊 别人需要做治疗啊 你就拼命的帮他做 做了几次之后 啊 后来受不了钱 那就比较麻烦一点 呃 呃 那个 表格 那我就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呃 讲一下是应该如何填写 那 其实 他跟之前 大家可能也看过 呃 在ash的上面 如果你是新加入ash的医生 你就会让清楚 因为我以前也是在ash里面 你是第一年 或者说前五年 在ash里面 他都会让你填写一个叫做MNR 这个表格 呃 你填写了之后 才能够治疗第六次 或者以后 呃 如果有填写相关表格经验的医生呢 对于这个 我真 准备展现给大家的表格 应该不会太陌生 那呃 呃 洪医师 我我记得是呃 现在是不是要休息五分钟 还是我继续讲下去 呃 因为我们开始的晚 我们十一点到十一点十分休息好吗 哦 可以可以 还是老师需要休息的时候 呃 再跟我们讲一下 ok 好我我只是看到呃 之前的安排 我就不想就是打乱你们时间 那我继续讲下去好了 谢谢 好 谢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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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S的表格呢 他有几部分 一个就是诊断 刚才我们所写的诊断 是呃 在上面也有 然后呢 呃 呃 有这个治疗的期限 比如说你是计划在 三个星期之内 帮他做六次治疗 你就应该把这个时间写上去 例如今天是一月九号嘛 那 如果十三个星期之内 就是呃 在一月三十号之前 比如说你写 是一月九号到一月三十号 呃 治疗次数是六次写上去 然后就写 就把一些呃 诊所的基本资料啊 还有病人的基本资料啊 放上去 放上去以后呢 就是可以帮你们 呃 不是帮你们 就是帮呃 呃 呃 了解到呃 呃 平时 我们 呃 他所要需要的情况 那 他们才能批诊 然后 第二个表 另外 一个表格 就做这个 治疗总结表 对不起 啊 没有看到表格 哦 没有看到表格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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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退出现在的那个荧幕 然后退出 看一下 就close好了 谢谢 stop sharing 然后重新打开你的表格 然后再share screen 嗯 好的 stop sharing 嗯 呃 现在看到了吗 现在 现在看到了 哦 现在看到好 呃 哦 哦 那 他这个表格叫做 ON medical record 啊 cover sheet 就是说 out of 啊 network 啊 的 医生所填写的 那第一个呢 就是 是 医生名字 然后这个是tin 就是税号嘛 然后这个是地址 呃 这个你们可以在家里先下载了 把这个基本资料你们都先填下去以后 无论哪一个病人 他们都是 他们保险 是age 来管理的 是PTO 我现在是讲的是PTO 那个 呃 本身的他我我就不讲了 那 我们的电话 还有传证啊 还有这个MPI 如果你是有 呃这个 type 2 就是你 申请多一个为你自己诊所 申请的那个可以停下来这里 他fax number都在这里了 这个软船 现在很多时候就是不 要求不寄了 就是要你传证比较方便一点 那日期 日期就是你当前时表格的日期 还有夜数 呃 病人的名字 病人的ID number 病人的呃性别啊 还有这个一些病人的保险资料 这个diagnosis ICD code 呃 我们分 他最多可以分四个 day range 啊 day range from 比如说刚才我所说的 呃 1月9号 2022 到 1月 30 2022 那就是你所申请的 比如说你今天1月9号做完治疗之后 你就可以把今天的日子和你估计你需要时间 如果你觉得我要时间充裕点 那你可以写个比如2月7号啊 这里的 那这里呢 呃 exam of evaluation service 那你觉得你这六次之内你需要几呃 申请多少次这个检查呢 我觉得一般一次 呃 然后这个是 对一次这个initial 然后就是可能一次这个就是new patient嘛 这个是第一次 再一次复检就是一次 那你申请两次 那你做完六次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再做一个99212或者99213之类的检查 那 你又有这个申请之后 他才才这些号码他才批呃付款给你 如果你没有申请这个 比如说你这里是零的话 你你觉得啊我应该是做个附检 你可以做但是他不会付钱啊 然后呢 total number of days of service 比如说你说准备做六次针灸了 这这一个月之内或者21天之内 你就这啊 数上六 therapy and therapies and modality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比如说你要 capping 还有价钱 呃 要这个红灯你要报告97026 你要要要要这里点 你要他批准了这个属于物理治疗了 在在这个呃 呃 ash的呃 范围内 注意物理治疗 你还可以申请什么呃 呃 呃 还有这个rehab exercise呢 就是那个9710 你要build这个9710的时候 你要啊 到这个9710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也呃 闪上 那这个肯定要拿针灸 那 别忘了这个有时候我们大一就把这个忘了 acupressure 我不知道ash会不会批准 我从来没跟ash申请过acupressure 那 这个就是第一张纸 第一张纸填写 呃 另他一一般他有两页 他这个cover sheet啊 有两页 另外一页呢 就是 这一个 另外一页就是这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做完治疗之后 就是第一次或者说你复检的时候 你也可以填写这个呃 呃 你已经做了几次 如果你今天是只做第一次的话 你可以写个一 或者你今天已经做完六次了 你可以写个六 他的病人的反应 就是好了 变差了 呃 这个是写一些具体反应 比如说呃 我刚才所说的呃 呃 他呃 呃 哪里的痛 有什么改善你可以写出来 然后这个疼痛说什么呃 疼痛的呃改善了 没有改变变差了 其实这个不是他最想看或者最重视的 要呃 因素 反而下面这个这种 functional ability change improving no change getting worse 这个它是他最重视的方面 如果你这个填写的不好 很多时候就会不会批诊 呃 这个functional ability change 比如说这个活动范围 呃 本来我这个肩周痛 呃 肩周炎呃 呃肩痛 我只能够 呃 有这个30度的臂展 那现在经过六次之后六十六次治疗之后呢 可以有45度或者说60度的臂展 那这个才是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并不只是说啊我的pain level 我们疼痛程度从5到4 这个谁都会写 那他也不知道你是否说真的是减痛了 或者那一天病人的心情好了 或者天气比较暖了 他可能就痛少一点 那比如说有早一天是天气特别冷的 他可能的疼痛程度又增加了 所以这个比较主观的呃 呃 呃这个因素呢 呃 并不是那个ash 或者说其他这个保险公司想看到的 然后这里呢 就是一些伤痛的病史 呃这个may campaign就是主数 然后他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里是说比如说外伤啊 或者说重复动作啊 或者说你啊用力过度啊 还有慢性疼痛啊 这个就是不知道 这个呢就是说手术后 那这里说patient health history 这个不一定啊 这个就是说你呃 如果是有什么车祸啊 有工商啊 你就可以写上去 还有other ongoing treatment 你就可以写上 比如说呃有吃什么西药啊 这类型的啊 这个 这个 如果是没有的话你就写个na也可以 但是呢 因为他这个黑字的部分呢 我们是要填写 反正他没有相关的信息的话 你就可以写个ma 就是说那appriable 那下面呢 那也跟我我刚才那个初检板有些相似 比如说这身高啊 体重啊 还有体温啊 这些其实在诊所里面都可以呃 很容易的测量 dave exam dave exam呢 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 你当然是写当天啊 比如说1月9号 2022年 finding 呃和我刚才那个western examination 就是说西医呃 检查 你就可以写一下哪里呃 呃就是疼痛的位置啊 还有疼痛的性质啊 还有你比如说你帮他做一些呃 西医检查的结果啊 你都可以写在这里 呃下面 这个activity of daily living are normal mild affected sphere affected 就是说呃 呃他平时 有没有什么生活上的行为 会受他疼痛影响的 有的话 你都可以这里甩 这些没有呃 用黑字体的项目呢 你可以填 可以不填 但是呃 如果你能够的话 还是填其中的一些啊 比较详细一些 然后这个实相迈向这个啊 嗯 Therapeutic goal 就是好像我们刚才的treatment goal一样 就是呃 比如说你说呃 releaf pain 最最简单的 最常用的说 减缓疼痛 还有就是呃 增加这个活动范围吧 improve range of motion 那之前说的呃 比如说呃 improve sleep 就是改善睡眠啊 你们都可以写上去 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一下强调的releaf pain 其实大家都会说啊 呃 但是他重视的是后面你能除了你说可以帮他指中之外 因为他疼痛受影响的其他问题 你能不能帮他改善 这才是比较客观 可以证明你的针灸有效的 最后呢 就是签名 那这两个表格填完以后呢 你还要把你刚才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把我刚才initial examination 就是出诊表或者复诊表一起传证过去 如果我不止做了一次的话 比如说我做了六次的话 我还要把这个daily soap note 就是平时治疗的那个表格 比如说六天六天就是六次就是六天的治疗记录 加上这两份一起传过去 他那个 刚才我们都看到了 他有有个传证号码 就传到这个传证号码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呢 他回来的时间还挺快的 他是一到两周之内会回给你 如果他不批的话 他大多数会批 但是批可能会一次到多次不等 如果大家可以按照我所说的 尽量把这两个表格填好 还有自己平时的病例写的比较符合标准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批准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不要一次说想提出太多 即使那个病人好像他有些病人他不批准是有三十次啊 或者更多 但是我们还是每次就申请六到十次好了 等你做到你申请的那一次的时候 就是最后一次的时候 你就又填写一个这样的表格 又要发一次出去 所以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为了为了跟这个 Ashe American Specialty 要钱的话 就唯有做这种工作了 好 我们现在又转回PPT 好 总结来说 两份表格加上自己诊所的病例 一共三样东西传证到他表格上的号码 就可以找到 如果大家想知道如何找到 就是网上表格的话 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是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去到 ESH的网站 虽然不是他的会员 或者说不是他的合约医生 我们也可以去到网站 不用登录 你可以去到这个resource 然后去到provider provider你去这个叫做 acupuncture and oriental medicine 这里就是有一个表格的套装 就是non-pacificating petition 就是不是他合约的针灸意思 他会跟你讲过 除了传证以外 如果你真的不能用传证了 你可以寄到他这个地址 你按一下这个呢 就可以下载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表格了 也是挺方便 但是一般来说 如果你有这种类型的保险的病人呢 他会寄信给你 你如果不想等他寄信 你做完第一次 你就在这里下载表格 把他寄出去 那希望在两周之内 他回你 能否批准你以后的治疗 所以呢 就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 ESH的话 会根据你书写的内容 去做批准 还有就是 我觉得现在大家可以考虑去多接受这个工伤病人 比如说这个ESH的话 他的Blue Cost的保险 如果他Blue Cost的保险 即使是PPO 如果他是跟ESH 又有ESH管理的话 他其实比起以前不受ESH管理的话 这个价格起码打 可能是以前的三分之一了 大家如果是有收过这个Bush of California的话 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从2020年开始 有很大部分的Bush of California的计划 是PPO不是HMO 他是用ESH去转管 那 凡是进了ESH这个系统 你都知道他每一次 这个付费大概是多少 就大概是40到50块 那Bush of California呢 他每次付费 如果你是出诊的话 他也就是个 80到110左右 那跟以前的Blue Cost PBO付费 真是差太远 但是工商来说呢 工商公司现在 比如说如果你进工商公司的网络 他一般来说你第一年进去的话 他每次针灸 起码就是不包括那个诊断的号码 他会给你 75到80一个病人一次 那如果你加上这个诊断的号码 然后再加上一个物理治疗的话 你第一次看这个病人 你可以收到150块以上 然后你每次来做针灸的话 会收到80到110之间 当你跟他 就是你加入他网络的时间够久了 好像我现在我就上年年底 我就打电话去 我说现在因为物价飞胀嘛 我说要跟他讲价 他也让我生 就是把我的价格提高了 所以大家如果做一个工商的病人 即使是网络内的工商病人 也是这个ash病人的两到三倍 每做一个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做一下 多做一些工商病人 而且工商病人 他没有这个deductible deductible就是 你们都知道了 每一个 差不多每个保险 都是会有deductible的 那他没有deductible 而且他的次数 现在规定是12次 整就每年至少 还有按摩也是可以12到18次 工商的保险按摩呢 他是你自己可以去聘请按摩室的 这个是个合法的行为 但是你加入网络的时候 你要把按摩室的身份 他的执照号 他的名字 他还有购买这个乌衣保险 这是这个按摩室的 Malpacus Insurance 我相信之前可能大家在工会的讲座也听过 因为之前工会有这个 关于工商病人的讲座 我就没时间去听 但是我想应该也有相关的内容 所以大家可以找机会去多接收工商病人 其实工商病人他最麻烦的一方面就是 他每次做完治疗之后 你要把这个治疗的记录 跟你这个Claim就是1500表一起发给他才能收钱 就是多这一步 那如果你们想多挣个两三倍的价格 价钱的话 你说你宁愿是去做Ash的病人 还是去做工商的病人 那下面我们继续讲 这个 我们继续讲这个PowerPoint